上一集我们说到 门口站着那帮人 有个很夭遥的男人 凌晨地打量着我们 然后淡淡地问 你们谁是华山的 来的人一共有八个 除了那个刀巴龙之外 其余的就是五男两女 全部都看得出这些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而他们当中就以这个年轻男人为首 一出声就问哪一个是由茅山而来 显然他就自信爆棚 对方人虽然多 但是我都没害怕过 身为茅山的子弟 自然要有些傲气和尊严 于是我左右地打量了一下 然后踏前一步 拱拱手说 我是茅山的陈志晴 不知道住位前来所为何事呢 那个人的眉头一样 面上面露出了很和颜月色的笑容 哦 原来你就是茅山大师兄啊 我听我姑长讲过你 说你入了茅山都算是欲没良才 本来天生的魔尊就甘愿被道门做起劳瀑 嘿嘿嘿 这句说话说出去 真是笑大人把口 不过今天一见 果然是令到他老人家念念不忘的人物 一表人才啊 我没想到这个一看起来 他就站出来了 居然上还有人自称公子 说起来真是笑得人喷牙 旁边的刘老三的面色就变得严肃起身 走到我旁边 看着那个年轻男人跟着说 上晨天你是上晨彤的儿子 那个男人嘴角一挑微微笑着说 哦 你居然认识我爹 我疑惑地看着刘老三 他压低声音跟我说 上晨彤是浙江大族的族长 曾经跟随老长一起起家的 现在退居宝岛是国府第一高手 和邪灵教的王甘生又有恩亲关系 后来四九年之后败退走了 他就深居简出在日月坛当中修炼 晚年的时候听说老来得指 应该就指这个上晨天了 没想到他不在宝岛那里搂 竟然扔到我们这里 被刘老三这么说 我心里不禁发寒 这人看来来头不少 难怪这样自称为伊允公子 不过他过来这里又有什么目的呢 伊允公子这样亮相后 剩下的都是甲月丙丁 那个刀巴龙就走上前来 寒声这么说 诸位这次有魔头降世 如果魔头再现世 只怕会违禍人间 而我家公子这番前来 就是为了将这个魔化练成为魔丹 也都算是拯救瘡生 还请你们不要再阻拯 他说得冠冕堂皇 那个上晨天的嘴角微微一笑 一副副家公子万人迷的样子 但是萧老三就冷声地说了 哼 说得就好听了 魔胎未临世之前 怎么说都是一条性命 难道随便就给你们练法呢? 伊允公子淡然地说了 为了大我 牺牲小我 这些事都是债 这些事也在所难免 既然生离就命苦 早不如早点死去 重新投胎 这种所谓的魔胎 其实就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最危险 就是在胚胎产生的那瞬间 就已经珠胎暗劫 神魂已经陷入胎中 不过这样就很凶险 一旦出了母体 就是一个空尘的角色 而另一种就在即将临世之时 跨胸而来 这样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风险 只不过就容易在年幼的时期被人操控 当年的我就是这样 而这个时候的魔胎也和我一样 它原本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只可惜了 我心里不敢一片凉眼 一步站前 平静地说了 你们想也不用想 要不就和我们一起对抗魔灵 要不就立刻扯 想要拿这个孩子来练单 你才要过我这一关 我说得斩钉截铁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旁边那个圆面的姑娘就立刻上前说了 是啊 敬酒不喝喝罚酒 区区一个入门两年的茅山弟子 真是当自己是什么呀 全部和我相 看这个姑娘这么囂张 应该是云龙十三英里面的实权人物 要不就是他们大头目的女儿 旁边的人听到命令 立刻就涌上前来 走得最前面的一个 就是扎着红色头巾的大只佬 他似乎想在这个圆面女儿 和伊韵公子面前 剪拖一下他自己的身手 他走到当前的时候 一个重炮不断拐了过来 一阵诈响声响起 真是感觉到气势汹汹 刘老三一见到要打架了 立刻向后面缩过去 而肖老三眉头一鼠 揽上一步向前 接着气势汹汹的一拳 然后双手在对方的手上一阵翻滚 听到咖啡一声 这个人的手 坚上被肖老三咬断了 肖老三这个人 平时沉得住气 而这次一出手 显然比他弟弟更加狠难 他可能想着看到对方八个人 双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打得一个算一个 于是上来就这么拼命 他也想到我们这边的劣势 于是破釜沉舟 打掉一个人的手才算 肖老三给我的感觉真是挺好 我笑笑 看到那个红筋大只脑 向后面跌了出去 而其他人也冲了上来 这些人看到肖老三一上来就落死手 也有一些生气了 黑色的刀刃 和一枝很长的奔铁棍 还有南瓜这么大的流星锤 也纷纷地拿出来 前面一个单眼女人更加手一样 一大堆闪亮的银针 就向着我们这边不断飞扎而来 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武俠小说当中写的 暴雨梨花针 这个场面真是很隆重 我和肖老三连滚大爬地回到小院里 将院门不断关 也算避过了这一劫 在房门把守的徐淡定 看到这个场面 接着叫了 什么情况 我转过头看一眼 回答着他说 《云红十三星的人打上门来》 我在这边看着 房里面你记得看好 千万不要被魔灵承虚而入 现在生了没有? 徐淡定仍然很淡定地回答 还没有?哪有这么早? 说话之间 院门突然啪一响 应该是有人用流星材打门 院里面出来有十几个人 全部都是三个孕妇的家人 看到这样的场面 也纷纷过来看看是什么回事 刘老三就吓鬼他们了 那些魔星上门 你们看个屁就看 快点回屋里面 把门锁快点锁 你们谁不怕死的就出来看吧 世间的人没有谁不疼命的 听到刘老三连孔大客 纷纷迫迫入屋里面 正要刮门 只见那个客自己的先生 也许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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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论 院里面现在剩得我、萧老三和徐淡定 而外面就有七个半人 龙家的院门其实并不是很结实 两夜流星材之后已经遥遥欲聚 不过也有人等不及 直接就在个不高院场那里跳进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刀疤龙 他的目的很明确 直接就向着房那里跑了过去 不过徐淡定就不方不亡地把他拦住 徐淡定手上有一把剑 这把是图木剑 茅山入门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剑法和拳法的功夫 用的都是这些木剑 对于阴魂邪蜜很有用 但是对付人似乎有点勉强 而就算是这样 在苏北享誉成名的刀疤龙 始终都不能够迫近半分 徐淡定一人一剑 已经将他死死地封住在门口前面 徐淡定就在紧守着门前 而萧老三就显然有点激烈了 他也拔出一把木剑 这把剑是组木剑 硬木拋光过 和两个越长越来的刀手打成一断 人家见他出手这么狠难 而他就一阵死前难打 竟然也撑得住场面 萧大柏的作战风格 就是有前无后打死罢走 而他三弟的招式就连绵很多 那把组木剑不时都听到一些剑气刺出 那个院门被人打烂了之后 还有五个人在正门那里冲进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两个有肌肉的大只佬 一个使着他流星材 一个就用一支奔铁棍 全部都是长武器 一来就向着我这边不断打过来 而他后面就是上晴天和两个女士 还在那里得意洋洋撼着线给我们打 他以为我是渔男 根本上顶不住这波攻击 但谁知道没想到 作为一个在南疆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的人 而且一个师从掌教陶俊鸿的茅山大师兄 怎会是他们想到这么脆弱 更何况洗斑铁棍的那个人 左边的肩膀已经被萧老三落重手打断了 当时我没有拿剑 而是挤身上前 一手捉住了流星材的链 手指就指成劍指向着那个人的麻月一队 这个月度如果被我队中的话 他立即就会失去战斗力 我的想法就是 只要把人打低 就没有必要拿他胜名 但这个人也硬气 一个翻身避开了我的灵犀一指 然后我感到一阵狂风吹来 我侧头一看 只见上晨天竟然推开了两边的女士 已经忍不住向我出手 他都不是一个很迂腐的人 不会被我逐个击破的机会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铁线 线面上绘制着一条 几乎要约出纸上的膠笼 线的尖端很尖锐 就好像一条游笼一样 向着我脖子不停靠过来 肖老三狠 但是这个人更狠 吱吱吱 出了几招之后 一副要拼命的态势 和刚才他那种公子哥儿的身份 一点都不像 这个上晨天修为观绝同辈 一出手果然不犯 我没有拔剑 被他三招逼退了几步 正想反手而出 突然之间 我感觉头顶上面 一道雷霆炸起 我头皮都发马 下意识地担拔头 但是什么都见不到 只见那间屋里面的门 已经由内而外被推开了 刘老三只是屁滚尿流地在里面爬了出来 好了 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下集再说 我们下集再说 有些人过来 在来摆动中